公令救濟的物品百滿桌 有白米沙拉油和醬油膏等其他民生必需用品 這些都是要送給清水區低收入戶 透過里長通知 22日這天正式發放 這位媽媽帶著女兒 替行動不便的婆婆淋東西 講到長輩的處境 眼淚忍不住掉下來 這場公益活動 是民進黨前秘書長蘇嘉全和立法委員蔡其昌 結合慈善團體舉辦蔡其昌表示 清水區低收入戶數 今年要比去年來得多 顯見精氣不景氣 衝擊到民眾的生活 其實我們覺得社會這種活動越辦越多 就表示這個政府真的 該檢討的地方實在是很多 或者如果政府的社會體系做得好 社會體系邊的錢邊的足夠 那我相信應該可以減少很多民力的動員 我一直認為政府 政府就像太陽那麼大 也無法照片每一個地方陰暗的角落 那這一些陰暗的角落 就是要靠社會善心的人士 就像我們這一些稻親 像我們天一元德慈善基金會 我們這一些團體一起來合作 才能夠把陰暗地方角落的貧庫的人 我們點燃蠟燭照耀光滿 讓他們有溫軟 主辦單位也提到 這些救濟品對於這些弱勢的族群而言 還是相當有限 並呼籲希望能夠有更多愛心團體加入 用台灣人軟軟的人情 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記者王生炫 台中採訪報導